2024年1月1日新年刚过 经历8年科研公关 5年设计建造的中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 爱达摩都号正式开启了商业首行 根据官媒报道 爱达摩都号全长323.6米 拥有2125千豪华客房和套房 满载可容纳5246名旅客 船上不仅有餐厅、健身房、剧院和水上乐园等娱乐设施 还将在航行期间上演 马可波罗、思路情缘和摩都、Magic City等表演 对此 中共官方媒体宣称 爱达摩都号是中国造船业的重大里程碑 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然而最近 该邮轮的总设计师却爆料说 这艘反映了中国综合科技水平 与制造实力的国产邮轮爱达摩都号 其实是外国制造 建造这艘豪华邮轮的 是以中共国有企业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船 总设计师是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刚 近日 他向中国媒体透露 在跟中船外高桥合作的 110家总包供应商中 只有大约30%的合同金额 是以人民币结算 给那些中国公司 也就是说 该邮轮逾七成是外国建造的 资料显示 目前 世界邮轮设计建造 及配套的产业链 主要集中在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凭借明显的产业集群特征 义 法 德 这欧洲三巨头 形成了多个邮轮产业基地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三家邮轮建造企业 并合计承接了全球约90%的订单 也正是这一点 让中共在建造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之前 就看准了要获得外国技术 2015年 中共国营企业中船集团 与总部位于美国的邮轮营运商 嘉年华集团 意大利造船厂 分坎蒂尼集团 以及英国国际船集社 劳士船集社 签署了关于发展中国邮轮业的联合声明 其中 中船集团将负责邮轮的建造 嘉年华集团负责邮轮的运营及管理 意大利分坎蒂尼集团负责邮轮的设计论证 而英国劳士船集社 则负责邮轮的质量管理 声明中还规定 除了邮轮的设计论证 意大利分坎蒂尼集团 还有责任向中船旗下的旗下公司 中船麦高桥提供技术服务 包括专案和供应链管理 以及对爱达摩都号的2800间客舱进行装修 并且 该集团跟中船成立的合资企业 还将担任在中国建造的两艘船舶的主承包商 看得出 分坎蒂尼集团在此次建造中 可谓是身兼多池 任务重大 而这艘豪华邮轮的推进系统 采用的是瑞士工程技术集团 ABB提供的推进系统 根据2019年宣布的交易声明 ABB还提供发电机 主配电盘 配电变压器和推进控制系统 中船集团表示 选择ABB是因为 其对邮轮市场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 对于经营爱达摩都号 至关重要的自动化与控制系统 中共则选择向芬兰马西兰求助 这家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海上推进公司 为这艘中国船舶提供的多项技术 包括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阀门控制系统 低位照明 导航系统 引擎和驾驶式控制台 以及智慧马达控制间 除此之外 该船的船手推进器 以及控制传播 纵轻和横轻的配屏系统 也来自马西兰 对此 外界不禁感到非常疑惑 国产邮轮 竟然逾七成都是外国制造 难道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吗 陈刚坦言 这是因为中国没有轮船产业链 所以 中国的供应商们 不一定能满足邮轮的设计要求 反观欧洲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有完整的系统集成和工程组织能力 有自己的一二级供应商体系 并且掌握了邮轮供应链的适用标准体系 这样以来 中国的供应商更是一时难以切入 陈刚还补充说 即使国产供应商能力达标 价格也不一定比进口的便宜 因为原材料可能也是进口的 而且没有规模效应 可以说 从多个方面来分析 依赖外国技术已成了中共企业最好的选择 虽然他们已经借这种使用高比例的外国技术所制造的产品 让自己走向了国际 不过有报道指出 还有可能是一个大陷阱 石英财经网指出 爱达摩都号这种制造思维很符合中共的策略 即先以广大的市场为诱饵 诱惑外国公司技术转移 再说服其与自己分享技术 以换取进入中国广大市场的机会 然后中共再透过创新和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 从而击败这些西方国家 最后自己跨足全球市场 近年来 此策略已经在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体现 包括中国的商用飞机C919 中国电动车 以及所谓的新四大发明 2023年5月28日 中国第一架国产大型客机C919完成试航 正式进入民航市场 并称要挑战波音737MAX与空中巴士A320 有资料显示 中共政府于2007年开始研发这款客机 投入了至少7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资金 并标榜C919为自行研制 具有最主知识产权 那次首航商业飞行 是中国在高阶制造业 自主创新实力的重要证明 然而 这款民族交号研发长达16年的飞期 其国产意义广受质疑 有关C919的国产率重转纷纭 中共官方媒体宣称 C919实现了近60%的国产化 并将力争最终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参与C919制造的外国供应商 扮演了极为关键 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 一名信息安全分析师 在推特上揭秘说 中共从头到尾都标榜的这下 国产喷气式飞机 包括发动机 航电 控制系统 通信与起落架等 其实使用的都是从美国和欧洲制造商进口零件 比如 C919使用了美国巨波通用电器 与法国塞峰集团生产的 LEAP-EC发动机 飞行控制系统则是由美国霍尼维尔公司负责提供 而轮胎则采购自法国轮胎巨头米其林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则由总部位于美国的克瑞航空航天与电子公司提供 另据南华早报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罗克维尔克林斯公司 负责生产该客机的通信与导航系统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英国咨询研究机构 独立股票研究提供商更是估计 除了已经投入的700亿美元 且该项目的成本持续上涨 并且C919目前国产部分仅由螺丝走入轮胎 客舱系统座椅和机翼等外壳 还未打入核心圈 主要关键系统及零件包括发动机 电力 液压系统 乃是依赖欧美国家 包括美国通用电器和霍尼维尔等 更有媒体报道 除了上述关键零件外 中国国内航空工业部门参与设计制造的 仅仅只有机头 机身 机尾 机翼和内饰等部分 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江西宏都航空工业集团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和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等企业 对此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甘斯德 在接受采访时 斩钉截铁地否定了中国大飞机全面国产化的前景 他说 C919的中国身份只是个名号 并且他的供应链也不能称作全球供应链 他实际上是一个西方的供应链 而且主要是美国的供应链 甘斯德还指出 虽然中国试图寻求自力更生和独立的战略 但这只会减缓自己的技术进步 如果这是他们最终要走的方向 他们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另有蒂尔集团副总裁 航空分析师阿波拉菲亚的评论更为尖锐 他说 没有美国技术 中国的大飞机工程将整个脱轨 阿波拉菲亚还说 没有西方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 中国根本无法做成 真正的挑战不是造飞机 真正的挑战是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 这是飞机的肌肉和大脑 因此 建造一个机委画着国旗的旅馆 并没有什么意义 对此 网友纷纷评论说 太丢人了 这已经不是中国制造了 而是中国组装 除高铁外 另一个中共引以为傲的电动车 也深谙超齐与过河拆桥 为了可以绕开日本车企 那种公寓复杂的发动机研发 中共政府和中国的车企 都将新能源车视为半道超车的机会 同时 由于欧美电动车的开源技术 以及中国举国体制的扶持 中国的电动汽车正在快速站顶 全球电动车市场并持续扩张 看上去 中共政府似乎正以电动车 提升着自己的大国价值 但是 一位资深的汽车上游产品提供商爆料 虽然中国的电动汽车 实际的技术进展很少 直至特斯拉超齐工厂落户上海之后 中国国产电动车才迅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 不过 特斯拉仍然面临着被中共卸磨杀绿的下场 该提供商说 其实这跟特斯拉的开源有关系 中国的那些厂商习惯把特斯拉拿来做一些拆解 然后再详细地研究 这已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迄今为止 中国方面都是利用合作进行抄袭 然后过河拆桥 按照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 外国车企只要是拿出技术和管理团队跟中方合作的 无论是日本陵墓还是美国的福特 还有法国雪铁龙和标志 最后的结局都是慢慢被中国车企蚕食 比如 最开始的时候 中国长陵集团有限公司一直跟日本陵墓合作的 结果后来 等长陵自身的实力做强后就把陵墓一脚踹开 除了蚕食的他国技术之外 中国的电动车第二常用的一个技量就是偷窃和抄袭 2019年时 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品牌小鹏汽车 试图挖脚圆特斯拉的中国骑工程师 窃取其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原始码 不料这一行为被发现 随即被特斯拉告上了美国法院 另有经历过多方抄袭的中国车厂比亚迪 在电动车领域已经成了中国电动车的领导品牌 第三季生产量甚至超越特斯拉 在市场上相当强势 不过近期 有多张比亚迪即将推出皮卡车专利图曝光之后 有爱车人士很明显地发现到 这款皮卡车的设计与会 明显山寨字符特F150Leglin Ranger 比如C型LED头灯明显抄袭字Ringer 水箱护罩上大大的BYD字样 明摆的是抄袭字Ringer Arbit冰箱罩上的Ford字样而来 水箱护罩上方的贯穿式灯条 也是抄袭F150Leglin而来 此专利图出现后 国外网友对比亚迪的行为感到非常不齿 他们认为 比亚迪应该要改名为Seared 意为复制你的梦 还有网友嘲讽说 中国设计师是全世界最轻松的工作 不过 如果说 商用飞机和电动车存在 这窃密和抄袭 那么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就可以说是抢劫了 2017年 一项针对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的调查 将高铁 网购 移动支付 共享自行车 列为最受留学生青睐的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然而 有报道指出 这四项技术 并非来自中国 报道续指 根据全球铁路组织的说法 1964年 日本的新干线开始了第一条高速列车的运行 20世纪90年代 亚马逊和eBay 在1995年推出了他们的网站后 电子商务才开始流行 1979年 英国人奥德里奇 被认为发明了网上购物的概念 而最早一批 由移民设备完成的 付款发生在1997年的芬兰 这于 共享自行车计划 第一次大规模使用 则始于 20世纪90年代的 哥本哈根 对此外界吐槽说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最近几年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在大谈中国模式 那么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著名时评人士恒河指出 中国制造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点 那就是在政治上 维持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 而在经济上 表现出来一枝独秀 它体现在不同的阶级 有不同的典型 以中国发生的高铁的大跃进来说 它就是中国模式 在这个阶段最新的体现 具体的讲 就是对国外的先进的高铁技术 进行引进 消化吸收 自主创新 然后输出 这一个过程 航河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的话 这就和中国所推行的发展模式有关系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政权 比中共更热衷于拿世界第一了 面子工程所以就那么重要 它比什么都重要 比安全不知道要重要多少 对于这一点 也有外媒发文点评道 如果将一个国家比作人体的话 政府 立法机构是大脑中枢 媒体则是神经系统 人民是全身的肌肉 肌肉存则人命存 当今 中国肌肉疼痛 直至溃烂 网络媒体的揭露反应再多 大脑中枢唯一的反应 却是切断反馈系统 这就是近年中国灾难频发 却不能促成任何改良的根源 如此霍国殃民 只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中国模式 观众朋友们 您认为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感谢观看